- 今年,我覺得我的話就可能那種心態方面就比之前好的 操作也比之前更流暢了一點 對陣BD的話,他對線可能比較強一點吧 當然就還是能打一下 跟級的Klee的話,應該也是我很熟悉的對手吧 因為他之前在驚動的時候,我們就交手過很多次了 然後我也覺得他是一個,不管什麼版本,狀態都能一直保持得很好 然後很有自己想法的一個打眼 - 哎,但是這邊Klee的已經來了 - 哎,但是這邊Klee的已經來了 - 看能不能看到,感覺到 - 但30這個位置還是比較安全的 - 哎,但這一波打了個強攻出來 - 可要,哇,又是一個發露 - 哦,這下好傷 - 所以一波的話換血有點虧了 - 看能不能回的血 - 但下路這裡,到底誰先越,這波B線也很多 - 下路直接給TP了 - 下路直接給TP了 - 下路直接給TP了 - 哎,他就溜了,他就溜了 - 騙個TP,這波已經賺了 - 要走,要走 - 然後中路新的Lave TP到上路,保一下船長 - 哎,現在中路也都能支援來了 - 哎呦,這邊飛過來,沒什麼難道 - 閃現推 - 但是大王也溜了,這波直接是 - 耐克這位置閃現不交了 - 沒了,沒了,沒什麼辦法 - 哇,直播其實... - 下路其實現在Live等級起來的時候,舒服多了呀 - 哎,一個拉,拉回來了 - 但是兵太多了,應該沒有機會 - 老師兵 - 這波的話... - 還是很舒服的,對於全球來說 - 感覺這個鐵男打AD抗壓還挺猛的 - 好像他還是給星天一個壓制 - 上路這邊,上來 - 想打,有大招的 - 這波可能要比閃現了 - 哇,剩槍技力要閃了 - 哇,這波... - 哎,看下路想要抓,沒有大招的,369 - 手差引上來,一個推 - 進兵追強,直接推,沒閃 - 哎,差一點 - 哇,這波感覺有點失誤了 - 哎,這波感覺有點失誤了 - 有點失誤了 - 反而好像少A了一下 - 閃現出嗎 - 閃現過直接殺 - 閃現過直接殺 - 現在369,但是被暈到了,這個位置有大 - 看大招 - 但是那團大招好像還在的 - 直接大招交上,秒掉 - 閃現,三大一個盾也是... - 現在優勢都集中在千絕的身上 - 哎,這波,開局大招 - 這波沒閃的 - Q1再加大招 - 直接秒了 - 漂亮 - 技術也很重要 - 就很舒服 - 哎,閃現點 - 但是隊友都在旁邊 - 是,這波貓咪也沒掛在身上 - 關鍵你1為1的話 - 硬流 - 這波是一個板腹啊 - 殺掉了 - 哇,這波是一個板腹啊 - 磨點中央開起來 - 一換一,一換一卡好 - 又一個大招沒有保住 - 千絕這個大招開慢了 - 千絕這個揚女士是慢的一步啊 - 哇,主要第一身回家了 - 時間上有點來不及 - 哎,看啊,輪迴絕境直接拉到雨槍 - 一套技能打過去 - 是的 - 這波交了一個死亡閃 - 有點傷 - 但是貓咪的磨點中央放的還不錯 - 而且新德拉下來傷害拉滿了 - 哇,這個大招可惜啊 - 一時間太慢了 - 太慢了 - 哎,下路又想去圍剿一下這邊Restful - 這個應該殺不掉 - 不敢上了 - 不敢上了 - 知道有閃現了 - 發育都已經補起來了 - 現在補刀也漸漸追上 - 哎,柱子卡住 - 這波Live是沒閃的 - 磨點中央留下 - 直接開始卡住 - 關的是一個KASA - 但這位置你往哪兒走呢 - 關哈卡你也殺不掉他呀 - 沒了 - 沒了 - 看這個人頭給誰吃 - 沒了 - 也是說套步這邊有船長的情況 - 經濟還是落後悔 - 但這邊小拳方放中路 - 是可以懟下二塔的 - 你不回來的話二塔可能會掉 - 而且牽手現在水療塔低 - 盧牽過來強行打一波 - 身強洗力起一套 - 卡卡稍稍稍擋一下 - 有幽密的一個回復 - 還行吧 - 這一波身強洗力也不是想要殺 - 而且這一波可以先做事業 - 千里大招逼出來 - 那這個千里就逼出來 - 還是要死呀 - 女槍大招封守衛 - 但是沒有能夠殺掉 - 哦呦呦 - 這邊逼出來又逼了一個閃現 - 還想追一下BBB - 這邊能不能推到 - 注意是直接極限躲掉閃現 - 但這邊傷害也很高 - 也是被逼了一個閃 - 剛才希能拉打招沒有出手啊 - 其實我感覺最後出手有機會 - 結果這裡捉路二塔拿下來 - 繼續往前衝嘛 - 有點危險 - 路線各方的身強洗力 - 效果不太 - 看一下 - 都在拉扯 - 其實這個龍根本不關鍵 - BDD的大招還在呢 - 要打架 - 希能拉這個位置很關鍵 - 妖妖克力的了吧 - 那一個推 - 哦沒有被推到閃現 - 哇 - 那個閃現拉得很快 - 打招直接掛到BD臉上 - BD現在顯量很殘 - 輪迴決定 - 關到阿水一個Q沒垂到 - 這把阿水能操作嗎 - 能操作嗎 - 可以操作 - 啊 漂亮 - 哇 - 這波左衛救了自己一命 - 哇 - 這一波奈特的閃現捏得好好啊 - 這不太好強 - 但我覺得 - 真技要嘗試 - 這個聖槍 - 有想法 - 但是輸出很低 - 再偷 - 但阿水 - 直接摸到了 - 這一波有點疾 - 把他閃避了 - 不管他打龍 - 不管他打龍就好了 - 旁邊千絕 - 橙絕 - 一下沒死 - 全然那招差一下 - 反身呢 - 彈幕也是沒有能夠殺掉 - 不過正面已經很穩了 - 某點不低了 - 戴拉有機會嗎 - 這邊 - 盧勒爾這個位置 - 不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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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桃博好穩啊這波打的 - 那個軍者來說 - 盧勒爾還在側面找機會 - 來了 - 掌上 - 但是被發現了 - 但不敢上 - 這個可以嗎 - 可以回兩個 - 但是自己是陷入絕境 - 自己先倒了 - 能換一個嗎 - 這個防禦塔下A掉 - 楊麗神奇開了出來 - 千絕開啟楊麗神奇 - 但是這一波 - 套博的戰鬥力還是很強 - 對 - 這邊 - 水子哥依然是掛掉了 - 不過正面已經贏了 - 但耐克拿到一個窗殺 - 但耐克拿到一個窗殺 - 但耐克還在 - 沒推到 - 但耐克也跑不掉呀 - 輸出很閃現 - 哇 - 就會被船長被弄烫死 - 剩槍在刮殺呀 - 是的 - 你在這裡打還有可能被反打一波 - 而且整體的這種後期去持也沒多好打 - 又是關了Jacky - 啊 - 前面也說了 - 你能進來推 - 但是你推了你自己是逼死了 - 希德拉殺人數點下來的呀 - 這個希德拉現在的傷害太高了 - 所以不過後排的輸出就不是一個級別了 - 是的 - 而且這個楊麗神奇其實是把盧歇的傷害全打掉了 - 對 - 看一下 - 這柱子也離譜 - 弱的推到沒有推翻到 - 但是傷害很高 - 這Ruler是真的沒差 - 你看這聖槍清兵線也清不掉 - 又來了希德拉 - 推到直接秒掉 哇 - 特別好 - 然後單殺一下 - 然後Yumi掉下來Yumi也死 - 她沒有單殺的能力啊 - 有水益攜帶啊 - 而且Night的也第一個死 - 哎 我們看到 - 哎 拿阿水 - 阿水 - 直接BJ兵絕 - 阿水的一個大招 - 但是被拿進去了 - 被關到了 - 這波黃藤麗有點難打 - 有了 - 但是殺了 - 哇 這一波的話 - 楊麗神奇保住鐵籃 - 哇 這波真的開到很多波來了 - 沙皇現在開大 - 打回來了Night - 但他這位也能逃出一個大招 - 被秒了這波 - 傷害不是很夠 - 這波頭我感覺要撤了 - 還可以繼續打嗎 - 船長這邊的狀態還可以 - 但是369 - 還有啊 - 還有攻擊的力量 - 洗了一套 - 閃線上來 - 哎 傷害殘疑一點 - 這波閃現一口啃死了 - 這邊RESGO - 還能打 - 只剩一個帶蠟了 - 還能繼續追 - 只剩一個帶蠟了 - 入了格子藏不住 - 這個沒有閃線很絕望 - 這個頭子怎麼辦 - 疊我還是疊頭 - 最後一刀烈火刀 - 三六九最後 - 真正已經打得很好了 - 是的 - 先鐵掉了 - 對 - 我能想像的就是 - 直接關 - 把阿神關你打過 - 是的 - 那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團團該怎麼去處理 - 剛才那一波已經是他們能做到的 - 就完美團了 - 完美團了 - 但這裡大招直接封後落 - 中路的團團也被吹掉了 - 全堆 - 全堆 - 全堆 - 想要鐵難關他 - 鐵難不理他 - 這麼又帶著超級兵直接拆到中路和上路就可以了 - 是的 - 不用急 - 嗚呦 - 這是那一個Q殺黃五分級的選擇就沒了 - 太快了 - 中路直接被破 - 上路還可以繼續把水晶拆了 - 上路直接壓過去 - 把人家打球移住 - 其實只要抱攤抱得緊一點 - 怕是這邊沒什麼機會的 - 現在捐绝在後期的一個清兵線的 - 一定是很難處理這兩路超級兵的 - 對 - 而且還有大龍Muff - 這是關鍵 - 沒錯 - 現在淘寶也不準備直接大招清兵 - 順便逼一下這個走位 - 這個大招撒了之後 - 看淘寶怎麼說了 - 這波其實也是告訴珍妓可以上來打了 - 哎 殺黃開了 - 但是自己沒怎麼辦 - 隨時就秒掉 - 殺黃死掉 - 阿瑞也被秒了 - 這波還能打嗎 - 最後是先防散 - 沒了 - 再一個推 - 這個已經沒有意義了 - 沒有意義了 - 很絕望 - 很絕望 - 恭喜淘寶啊 - 打得真的好 - 又是一個三殺這波 - 哦 - 泉水亮出對標 - 還想殺 - 還想殺 - 但走位很好 - 強 - 強 - 真的三比零了 - 都是讀書大師了 - 兩個二十五成的殺人輸哦 - 但是恭喜淘寶啊 - 今天 - 第三比零的這個戰技 - 沒錯 - 拿下戰技 - 但是真的非常的好 - 恭喜淘寶 - 哦 - 這幾把雙3C都打得好 - 會不會有什麼事 - 都會不會有什麼事 - 一定會有什麼事 - 整個非難 - 沒什麼事 - 都會不會有什麼事 - 都不會有什麼事 - 各位好 - 歡迎來到賽號採訪 - 我是謝然 - 在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 我們是請到了369 - 來到我們的賽號採訪席 - 請跟各位打個招呼吧 - 請跟各位打個招呼吧 - 大家好 - 我是369 - 歡迎369 - 歡迎369 - 歡迎369 finally it will be a civil war between two LPL teams so have you ever expected the scores of today's best of five how do you feel 那今天的话呢 首先恭喜你们 是终于进入到了这个决赛 而且是一个国际赛事的这样的一个总决赛 是我们LPL内战 那你有没有预想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比分呢 感觉怎么样 今天能3比0 我也是没有想到 然后今天能又能说我也根本就没有想 来之前我就想着今天把自己打好就可以了 so I didn't expect it will be a 3-0 I just wanted to perform as well as best as I can so the next question will be Genji looked really dominant during the group stage so how did you prepare for today's matchup 那Genji其实在小赌赛的表现是相当强势的 那你们是怎么去针对他们来进行一个准备呢 我们赛程比较紧嘛 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太好去准备 就我们在去昨天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队友是谁 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去准备 we didn't prepare a lot since yesterday we didn't know who we will play against with because the schedules really tight so we didn't pay a lot of attention to prepare for this matchup 那在盲选之前嘛 看到就是你们在POD里面笑得很开心 当时是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发生了吗 因为他们说就是要把自己最拿手菜就是亮上来 拿手菜 拿手菜 就是最菜的英雄 what the 然后为什么给你选了杰斯呢 他们非要让我选的 但我觉得我的杰斯不是拿手菜 就我杰斯其实还可以 我觉得我的杰斯不应该跟他们一个level 是他们逼着我的 确实然后拿个MTP是吗 是的 所以我问他们 他们是很高兴 他们在说什么非常有趣 through的POD before 进入PickAndBand phase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他说他们说 他们说如果他们能够得 他们能够得一些账战 他们不太好 因为Jace不是很好的账战 但是他说 我的Jace不是在同一层 所以我选了Jace 然后获得MVP 我的次问题会是 Gengi选了Sanna-Modkaiser Dual forBOD Dual for the last game 所以你怎么办 对他们的账战 那今天的话 第三把就是最后一把 Gengi是感觉 掏出了这个压箱底的一个战略 就是拿出了Sanna 和这个铁南的下路 那你们看到之后 是怎么去 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选择 来进行战术的调整呢 说实话 就是没有想到过会这样 所以说第一时间 大家都有点猝不及防吧 然后就 所以说当时就也没有怎么说 就我安慰队友 就说我可以 就我只能安慰队友 你知道吗 因为对面上路 看他有一个卢西安 我就安慰他们 就这样打就可以了 我可以顶得住的 就是等于说 你给队友去安慰一下 没有 所以我们都不想 让他 dinheiro 会把自己的欣喜 拿出了Sanna 和Kaiser 但是我跟我的 teammates说 太绝对 누的 Luxian 因为 Luxian 是攻击 选择 对 Gampleg 所以 我只会说 他们 可以 去 人可以 所以 我能当时 你来看 stress 你给大家看出每个人 什么是最完美的 什么是最完美的 这些阶段是 在今天特别的战争 所以如果你们选择 的MVP 的Semise MVP 的你的阶友 谁会选择 那今天的话 你们真的是 可以说诠释了什么叫 团战的行云流水 那假如让你选一个 整个半决赛的MVP的话 你会选谁呢 那我选我自己啊 我觉得就是 大家不要利色对我的赞美 可以吧 I will pick myself So everyone just Don't save your compliments to me Please Price me Please Now you're heading to the finals to compete with FarmPlus Phoenix Your LPL teammates Well we can say like that So any words for them 那最后的话呢 你们是要在决赛 跟FarmPlus成功会师了吗 作为LPL的兄弟队 有没有什么话 想跟他们说呢 那只能说就是 LPL又是冠军了 LPL were champions again Thank you 369 谢谢你来到我们的Selch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And this will be the end for the interview 那我们的超常访先告示到一段咯 ivo装 We can go to the end for the interview 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